下禮拜就是七夕情人节 也带动玫瑰还有相关花卉价格上涨一到二成左右 一早在台北建国花市也出现不少民众来选购新鲜的花卉 也有民众发现这个相关的玫瑰还有相关的花卉价格的确有上涨 但来听短是要早访问 包好的会涨比较多 就是差好的 一束花的那种会比较贵比较多 可能原本250变到五六百七八百 一千以上都有 好的那么每年七夕的玫瑰交易高峰呢 通常都是在前一个礼拜 今年就是在八月十四号到八月二十二号 现场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情侣是一起相伴来花市挑选花卉 那么另外像是以台北花市来说啊 今年的这个买气也是比去年同期来的还要好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三成左右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今年疫情循环之后 也是带动整个七夕的整个花卉的买气 还有相关的商机都成长